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魔神之说还一无所知 斩天剑为魔神之手 洗髓印为魔神之心 是哪把弩 原来那是图神弩 三魔器之一 他们与魔胎相互感应 为魔胎提供魔神的力量 也为寻找魔胎之人指引方向 魔胎 魔神的力量 巨魂之术 是 难怪旁一只不愿意到处 原来这是魔族禁书 还是被我找到了 我 是 哦 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让我找的那个仙子 他的居所我找到了 就在衡阳宗天池湖畔 魔神之胎源 位之魔胎 血骨容身 须罪业可化心 其与魔戚相生相应 便得魔神之力 而其降生之时 天地人皆无敌 难寻其境 其缘难绝 其骨不灭 按照书中所记载 谭台剑就是那魔胎了 可这书中只记载了什么是魔胎 却没说如何能回去血骨 我的无垢灵体 虽然暂时能压制血骨 不受它蛊惑 但我的法力日渐摔退 也不知还能封住它多久 看来如今之机 只能借助长泽山灵力 叠加宠宇之力付出了 切不可老邪骨时空